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处潜逃 一直都没有回过城 都没回过城 去哪里知道吧 也不知道 永不言弃 未寻人他苦追九年 不可能说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 厌过流生 人过流痕 身残却至尖 他为自己勾画美好的未来 旁边有花香楼 那是筷子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绝不放弃 即将播出 习近平阐述了 构成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 十四条坚持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新发展领域 坚持人民 公平正义在身边 我的法治心愿是 让每一个普通人分享到 法治进步的红利 这有两个点 然后在这条极限上 愿意地许一个点 这是一节高中数学课 坐在轮椅上认真听讲的 这个女孩名叫孟琪 和同龄人一样 她也有着对知识的渴望与追求 长的一个方向努力 我想学会计 比较适合 为什么学会计呢 因为行动不必 十二点 午休的时间到了 母亲叶欣美准时赶到教室 接孟琪回家 这样的场景 每天都要重复上演两次 但叶欣美从不觉得苦 也不觉得累 她也坐不牢 给时间坐长了 她杯子很通 她上面也很通 长来床这么开除 开除了灯光也不行 买了一个灯 晚上要去上班了 这个饭在这里 我去上班 她自己在这里坐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两会特别节目 习近平总书记 在19大报告当中提出 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 努力让人民群众 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刚才我们在节目里 看到的这个 身残之间的女孩孟奇 为了让她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义 执行法官 花费了九年度的心血和努力 为她去追回一笔赔偿款 而这一切还要从2007年开始说起 孟奇的家在浙江省里水市茅田村 这里群山环抱 风景秀美 2007年12月31日那天 孟奇在搭车去镇里读书时 不幸遭遇车祸 失控的面包车冲出了山路 跌落到60米深的山谷中 算上司机 当时车上一共坐了10个人 他们都受伤了 但受伤最重的就是7岁的孟奇 经过半年多的治疗 命虽然保住了 但孟奇却从此变成高位截贪 生活不能自理 二十来万大量四斤 那时候就花了二十多 四斤那样给你们多少钱 给我五万 孟奇的父母都是普通农民 靠种茶为生 但微薄的收入根本不够家用 农闲时 孟奇的母亲也打打零工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 二十万元的医疗费 无疑是天文数字 2008年5月28日 看到孟奇一家十分无助 保险公司又支付了 两万元赔偿金 给孟奇治病 5月28号 他们就拿走了 追他的货金 他们一两分钟就跑掉了 救命的钱 没给你吗 孟奇的父亲说 拿着这两万元赔偿款 肇事司机吕贤火 吕贤火的父母和弟弟 一家四口人都跑掉了 从此杳无音讯 而此时 孟奇还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没办法 她的父母只得四处筹借医疗费 借款签起来也要很多来往 还没有款签的 这是我女儿治病之类的 就借签金钱 欠了多少钱 有二十多万 经过现场勘查 当地交警很快对这起交通事故 做出了责任认定 司机吕贤火 负该事故的全部责任 叶欣美 孟奇等人 在该事故中无责任 这就意味着 肇事司机吕贤火 要对孟奇的伤残 负赔偿责任 2008年7月 经司法鉴定 被鉴定人孟奇 双下肢激励零级 小便失禁 大便障碍 构成一级伤残 接下来的康复护理需要钱 而看病时 借来的外债也需要还 无奈之下 2008年7月 孟奇一直诉状 将肇事司机吕贤火 告上了法庭 索要五十多万元的赔偿金 吕贤火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以后 它就避开了 所以说 这个一直就下落不明 后来我们是这个案件 通过这个公告 送达这个传票 以及公告送达副本 60天的公告期满后 李水市联都区人民法院 依法对这起 人身损害赔偿案 进行公开审理 但被告吕贤火没有到庭 也没有委托代理人进行应诉 2008年12月 联都区人民法院 作出缺席判决 原告孟奇因交通事故 造成的各项损失 共计五十一万余元 扣除被告吕贤火 已支付的五万元 还需赔偿四十六万余元 上述款项 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支付给原告 案件判决以后 判决书也进行了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以后 这个被告方也没提出上诉 2009年3月 孟奇向李水市联都区人民法院 递交了申请执行书 希望借助法院的力量 拿到这笔 四十六万余元的赔偿款 执行申请受理后 这起案件转到了 执行法官张雍军的手中 我们就填发了这个执行令 去送达执行令 当时走去的时候 他家里 被执行人家里 那个门锁在那里 这就是被执行人 吕贤火的家 与同村砖瓦结构的小楼相比 这栋土坯结构的老房子 已经破败不堪 屋顶缺瓦 窗户投封 出世的以前 他都是住在这里的 后来就一直都在外面 就没人住 后来等于出去了 回过村没有呢 一直都没有回过村 都没回过村 去哪里知道吧 也不知道我们 随后 按照执行程序 张雍军查询了 屡嫌火的存款情况 以及房屋车辆 和有价证券等相关情况 但查询的结果 却是一无所获 名下没有房产 没有车辆 银行存款也没有 所以是执行部门 这种情况 那样的话 就本次执行程序总结 要不到赔偿款 一家人的生活还得继续 没办法 吕俊武只好外出打工赚钱 而他的妻子叶欣美 则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 就是想读书 天天谁陪你上学 我妈 怎么带你去 他天天推我去教室 这个经教不是 你需要买人了 十包 十包买来 十包 一次要多少钱 两百多一点 一包是两天大概 用两天 两天差不多 那个小编没感觉是吧 小编没 他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哪时候放了也不知道 叶欣美说 孟琪读小学时 校长见他们一家很可怜 就给他们腾了一间房子 让他们住在学校里 这样方便他用轮椅 推孟琪上下学 同时也让他在学校里 做份零工 这样既可以照顾孩子 也能赚点钱维持家用 学习挺好是吧 每次那时候能考前几名 小学时候读学第一名 中学有时候第一名 第二名 那时候第二名全到这里 度日如年 伤残女孩却从未放弃 我们家很省得来 我女儿的一件衣服 都没买过的 这么大的 都去别人拿给她穿的衣服 感同身受 爱心人士伸出援助之手 三年学费给她全免 然后爸爸妈妈的工作 也把她全部安排掉 今日说法两会特别节目 绝不放弃 继续播出 对法院来说 这起执行案件 虽然程序终结了 但他们并不是 就此撒手不管了 孟奇的一举一动 他们都看在眼里 孟奇家的举步维艰 他们感同身受 那我们法院呢 这个政法委呢 是给了他两次的司法救助 第一次的司法救助 是其他同志办理的 第二次的司法救助呢 是案件回到我手上之后 我给他办理的 这两次司法救助 连都区人民法院 共为孟奇一家 争取到了八万元的救助款 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同时 法院也积极联系 民政残联等部门 帮助孟奇一家申请了低保 让他们的生活 有了最起码的保障 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 都很棘手 处理起来也不容易 虽然工作很忙 但执行法官张庸君 都会抽出时间 定期到孟奇家坐坐 告诉他们不要灰心 事情总会有解决的那一天 他这个人不可能说 从这个地球上消失掉 验过刘生 人过刘恒 总有一天会有他的消息的 转瞬间到了2016年 这一年通过多方打探 法官张庸君和之 被执行人吕贤火的一个同学 好像跟他有联系 于是张庸君给这个人 打了个电话 请他做工作 劝吕贤火回来处理这件事 根据你的经济 自身的经济能力 你钱多就多拿点 少就少拿一点 你要站出来 然而几次沟通之后 对方的反馈是 他也联系不上吕贤火 事情仍旧毫无转机 而此时 一道难题摆在了孟奇的面前 那就是初中毕业后 他要不要继续读书 此前孟奇读书时 都是母亲夜心美陪在他身边 照顾他的起居和生活 但哪所高中 能接受这个身残至尖的女孩 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 当时谁心中都没有底 也没什么打算 你怎么了 这些女儿 接下来读书读会再说了 我没想过呀 得知了孟奇的窘境后 李水外国语实验学校 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 那么最后就是决定 他如果愿意来 我们三年学费给他全免 然后爸爸妈妈的工作 也把他全部安排掉 学校也给他安排住的地方 这所学校的学费是每年2.4万元 三年的学费就是7.2万元 学校把孟奇的三年学费全都免了 而为了方便照顾孟奇 学校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 带卫生间的宿舍 让妈妈陪他一起住 同时也给孟奇的母亲 安排了一个工作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他妈妈就在我们小学部 当做生活老师 主要管理的晚上夜里的学生 为什么要在夜里呢 是因为他妈妈自己要求的 早中晚都要给他换尿片 又要服侍他的吃饭 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孟奇格外珍惜 因为是高位结贪 夏天做久了 孟奇会生乳疮 没办法 只能做个小手术 把生疮的地方割掉 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要休息几天 但孟奇却不肯缺课 家里边如果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也是尽量的 让那个父母给他推过来 之后自己在这边坚持上课 是我们还是中等偏上的 因为多年来一直有互动 对孟奇家的情况 执行法官张庸君了然于胸 永不言弃 也成了他和孟奇之间的约定 孟奇不放弃对学业的追求 而张庸君也不放弃对吕贤火的查找 被执行人吕贤火1982年出生 2008年潜逃时 吕贤火26岁 尚未结婚 而到了2017年 吕贤火已经35岁了 执行法官张庸君猜测 这个时候的吕贤火不应该再单身 此时如果吕贤火结了婚 那会不会在户籍上有所体现呢 保着试试看的态度 张庸君赶到大港头派出所 查询吕贤火的户籍情况 此时是2017年11月 吕贤火2013年的时候 户口已经迁到 中某县的三观庙巷一个村里 DI通过这个系统查到了 吕贤火有一辆车 在郑州市区有违章 以前的执行不能 是因为找不到被执行人 而现在他们不仅发现 被执行人吕贤火的去处 还查到他名下有一辆车 这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借助省高院的总队总查询系统 张庸君紧急查找吕贤火 在银行的开户情况 通过这个系统 对他的账户进行冻结 但是里面其实是没余额的 处理完手头上的其他工作后 2018年1月8日 执行法官张庸君一行三人 奔赴河南省中牧县 第二天中午他们赶到了目的地 在民政部门查询被执行人 吕贤火的婚姻登记情况时 他们有了意外发现 原来2017年11月27日 吕贤火和妻子已经离婚 并签署了一份离婚协议 该协议称 婚姻存续期间所购买的房屋和车辆 归女方所有 而正是在2017年11月 法院冻结了吕贤火的银行账户 这不禁让人怀疑两人离婚的目的 相当典型的 借离婚这种手段 以财产逃避执行 为了便于案件以后的执行 然后对这个财产 应该及时查控 前逃多年 他却难逃法网 把材料要移送公安部门 侦查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面对执行不能 法院如何来创新 我们今年投了300多万 怎么最大的保险金额 可以得到1500万 今日说法 两会特别节目 绝不放弃 继续播出 与此同时 在河南省中牧县人民法院的协助下 张庸军等人开始寻找 吕贤火的藏真地 经过多方打谈 1月10日下午6点多 他们得到准确消息 被知情人吕贤火 就住在前妻家里 抓人的时机到了 这就是被知情人吕贤火 据他说为了躲债 2008年6月他先去了温州 在温州住了几个月 吕贤火觉得不踏实 又辗转来到了烟台 在一家饭店里打工 干了几年也没赚到钱 没办法 2012年 吕贤火又跑到河南省中牧县 投奔同样外出躲债的父母 我弟家在那边 然后我爸也在那边 跟我爸一起干活的人 帮我跟我 就是先妻子介绍认识 所以打工用什么每个 都是吕贤火的入职 到了中牧 吕贤火入职了富士康 每月能有三四千元的收入 2013年惊人介绍 吕贤火和当地一个女孩结婚了 婚后两人一共生育了三个孩子 一开始其实他跟我说 他叫吕峰 就是觉得这个人挺好的 就民政局领结婚证的时候 我说你不是叫吕贤火呀 你不是说你叫吕峰吗 他说吕贤火叫着太咬嘴了 他就说吕峰不是顺吗 前期阿兰说 两人相识后 吕贤火从未跟他讲过 自己曾出过车祸 欠下一大笔外债 更没有提到一家人是躲债 才来到中牧县 直到这次吕贤火被抓 阿兰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就这个儿子吗 抱着爸爸的腿 爸爸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就这样子 当时我都懵了 我就说我的车子 为啥要开到法院啊 他就开始跟我说这个事 把这事解决 何必天天就是动作戏场的呢 是有这么个想法 但是经济缘实在是困难 也扯不到钱 被执行人吕贤火说 婚后妻子一直在家带孩子 全家五口人 就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来养活 除去各种开销 每月也剩不下什么钱 如果吕贤火所说的属实 那他名下的那栋房子 那辆汽车又是怎么来的呢 总而言之 发现银行卡被冻结后 吕贤火和妻子协议离了婚 按照离婚协议 吕贤火名下的房子和车子 都归了前妻阿兰 被抓当晚 因涉嫌拒不执行 吕贤火被司法拘留15天 假如说你们没有能达成和解 把这个矛盾纪分化解掉 那我们在司法拘留期限的中期 根据他涉嫌犯罪的这个情况 把材料要移送公安部门侦查 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此时同样潜讨多年的 吕贤火的父亲也回到了里水 主动站出来表示愿意赔偿 不过他们想分期付款 2018年2月1日 在法官张雍军的协调下 双方再一次坐下来商谈 此次协商经过四个多小时的讨价还价 最终双方达成了共识 被执行人吕贤火 需要向申请执行人支付 包括利息在内的赔偿款 共计53万元 其中的20万于2018年2月1日 当场支付 其余的33万从2019年开始 到2017年为止 分9年付清 今天我终于站在这年轻的战场 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 今天我 2018年我希望家里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我希望我能考上一个好的大学 将来能够回报社会 公平正义在身边 2018我的法治理念是 法理 事理 情理 并重办案 公心 真心 诚心 合一待人 最终这个案件能够执行成功 靠的也是执行法官们 永不言弃的精神 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 不过执行案件要想看到成效 除了脚踏实地之外 也需要创新和联动 今年73岁的朱岛庚 家住浙江省宁波市 2016年4月 她的女儿被同居男友邵立峰杀害 因犯故意杀人罪 2017年5月 邵立峰被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同时要赔付被害人父母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费用 共计50万元 但民事赔偿只执行回来24万多元 他们的女儿被杀害以后 那么他们的女儿留下了一个小孩子 那么这个孩子呢 现在也是有这个 最某他们两位老人在抚养 孩子现在两岁多 还有25万余元无法执行 那住家人的未来生活怎么保障 针对类似的执行不能 2017年5月 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宁波中院 作为全国唯一一家试点法院 在部分执行不能案件中 引入保险理赔机制 所谓的司法援助保险制度 是由政府安排专项资金 以宁波中院为投保人来购买保险 主要是保障那些人身损害赔偿的 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申请执行人的权益 在他们遇到执行不能时 按比例由保险金代为支付赔偿款 我们给他起立的保险合同 这个港口放大的比是1比5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投了300多万 这么最大的保险金额 可以得到1500万 2018年 宁波市的司法援助保险制度 在全国首创启动后 申请执行人祝导庚 成为了第一位受益 原文祝导庚有25万余元不能执行 这次按照相关公事测算 他从保险公司那里 拿到了7.2万元理赔款 他在法院很关心我 那是非常改动 而在北京 一起涉及国家万吨粮食的 执行案件备受关注 2014年 原告精粮大仓公司 将未履行玉米采购合同的 淮远盛合公司告上话题 庭审时 原告提出财产保全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 一申请查封了存储于 新密0103国家粮食储备库的 15800吨小麦 2017年12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指导下 经与两地法院密切配合 历时34天 完成了河南新密 0103国家粮食储备库 万吨小麦交付工作 直截了这起 全国法院首例万吨粮食 异地执行案件 因土地租赁合同纠纷 2017年9月 经上海仲裁委员会裁举 某公司应将 小阳山岛FD块的 一二七土地 交还给上海同胜公司 并支付违约金 三千余万元 仅仅8天 上海的执行人员 就将这一案件执行到位 2018年是用两年到三年时间 基本解决执行男的 攻坚之年 决胜之年 那么在全国法院的 共同努力下 这项工作进展情况如何 这场阴仗打得又怎么样呢 现在我来到了 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 副部级专职委员刘贵响 大午您的时间 刘正伟你好 说到这个执行男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话题 已经关注了很多年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 它带有普遍性的 几个突出难点 一个难点就是 我们常说的 查人找物的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被执行人 规避执行 第三个方面 就是财产变现 第四个方面呢 由于案件量特别大 四级法院统一管理 极其困难 所以说当一个案件 得不到执行的时候 不仅影响的是 当时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 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严重影响了 社会和人民群众 对司法的信任 以习近平同志会 核心的党中央啊 18届四中全会决定 明确地就提出来 切实解决执行男 那么最高法院 按照四中全会的决定 就部署了两到三年 基本解决执行男 提出呢 破除影响公平正义的 最后一道翻例 我们的执行法官 在今天是不是也采用了 很多新的工作方法和举措 在查人找物问题上 我们呢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 覆盖所有的基本财产形式 叫执行查控系统 房地产 还有银行的存款 金融理财产品 公安所管理的车辆 等多种财产形式呢 给它都纳入到这个系统里 我们提着就是一网打尽 但是还有漏网之余 它把自己的存款 存在别人的名下 理财全面用别人的名字 我们针对这种情况 推出了失信名单制度 也就是对失信被执行人 进行联合信用惩戒 近几年来 总共纳到失信名单了 是996万人次 限制坐飞机 1000多万人 限制坐高铁300多万人次 自从失信失信名单一来 有220多万人 主动的旅行的债务 宁波采取了一个举措 叫做司法援助保险制度 未来有没有可能 有推广的可能 我认为宁波法院 做了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 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最高法院也是及时在跟踪 宁波法院这个试点 我们也在跟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进行多次的磋杀 计划尽快地把他这种经验推广下去 形成司法救助保险制度的机制 我们针对财产变现的 这几年的我们采取的信义化手段和措施 我们通过网络拍卖平台 不到一年的时间 拍出来的就达到了2000多亿 为当事人节约的佣金就是78亿 总而言之不 经过这几年的一系列的改革 和现代化的这种执行措施的跟进 我们为两到三年基本执行男 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别今年最后一年 决胜基本解决执行男 我充满了信心 那我想对于执行男这个话题来讲 2018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 所以在这一年 您的法治心愿是什么 您和我们分享一下 2018年我的法治心愿是 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执行案件中 都能够感受到公平正义